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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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剛剛的這個傳統邏輯裡面 為什麼我們中間要放進來一個傳統邏輯 而沒有從語句邏輯直接進入到初階邏輯 這個用意是在於說 因為這個傳統邏輯它扮演了一個角色 扮演什麼角色呢 它扮演著一個異元素詞的角色 這個異元素詞就是說 它扮演一個最基本的素詞的 這樣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會先來處理 那傳統邏輯它的問題就在於說 因為它只處理了這個所謂的異元的素詞 就是one-place-applicate 我們通常稱之外說 它只有一個位置可以放那個variable 或者是這個constant 只有一個位置可以放 所以基本上它只能處理異元素詞的異句 而不能處理關係素詞的異句 它對於關係素詞是完全無能為力的 那這涉及到什麼問題呢 這個問題是這樣 如果我們從A大於B這件事來看 對傳統邏輯來講它會認為是這樣 它會認為說 A這個東西具有一個性質 叫做大於B的性質 A這個性質本身具有一個大於B的性質 好 如果從關係素詞的讀法就是說 有兩個東西 一個叫A 一個叫B 它會滿足大於這個關係 OK 好 差別是這樣 各位想想看 假設這位李同學跟林同學對不對 各位想想看 李同學坐在林同學的右邊 是吧 OK 好 那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你採取的是傳統邏輯 你會看成是 它本身有一個性質 這個性質叫做在林同學的右邊 OK 可是我們都知道這個性質呢 把它看成一個所謂的內在性質 是說不在過去的 為什麼 因為你想想它只要換個位子 這個性質就不見了 對吧 這個性質跟它本身的性質有差別很大 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講說林同 Sorry 李同學的皮膚是黃色的 李同學的皮膚是黃色的 皮膚是黃色的這個性質 各位會覺得是它的內在性質 是它本身的性質嗎 對不對 是它這個東西的性質 對吧 這個我們通常叫內在性質 好 那麼你說它做在林同學的右邊這個性質 我們通常不覺得它是一個內在性質 對吧 因為那個好像不是它自己本身的性質 OK 所以對哲學家來講呢 我們會覺得說 當時呢在這個傳統邏輯裡面 我們發現說它之所以呢 不夠powerful是因為 它只能夠處理我前面講的那種性質 就是李同學的皮膚是黃色的 它只能處理這種性質 對於李同學坐在林同學的右邊 這件事它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OK 除非你的哲學觀點是說 我們這個世界所有性質都是內在性質 你一個人包含了所有這種性質 除非你的觀點是這樣 OK 但是這個很違反我們一般的想法 對不對 尤其是你如果把它放到數學這種大小於關係 你會覺得那個一定是兩個數字的關係 對吧 比如說3大於2 一定是3這個數字跟2這個數字的關係 對吧 你不會覺得說3這個數字具有一個性質 這個性質叫大於2 我從分析3這個性質 可以分析出大於2這個性質 這個有點誇張了 OK 除非你這樣的一個立場 所以基本上我們如果用關係來讀的話 我們會讀成說 A跟B兩個東西會滿足這個關係 而不是A具有大於B這個性質 OK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新的這個想法 好 那這個呢 初階邏輯圓就是我們因為這樣的需要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一些更powerful的圓進來 OK 我們前面那個已經不夠了 OK 我們原先是用句子做單位來做推論對不對 對吧 各位在命題邏輯裡面是不是用句子做單位來做推論 到了傳統邏輯的時候我們把句子拆成兩部分 一邊叫主詞一邊叫述詞對不對 就是subject跟precate對不對 好現在我們更進一步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有relation的relational的sentence 就是我們需要有關係的語句或者這些句子 這些句子必須是它可以容許它有二位以上的 二位以上的述詞進來 OK好 所以我們的語言呢 基本上大概分成這幾個 第一個我們需要這個單稱詞 那單稱詞呢 為了避免爭議啦 因為有些這個每個版本的這個想法不太一樣 我們在這裡呢 通常採取的是把它當成名詞符號的想法 OK 就是一個name letter的想法 那有你會看到一些邏輯書 會把它當成什麼呢 會把它叫做個體長遠 假設你有看到的話 這個最常用的翻譯叫individual constant 一個constant constant就是一個常數嘛 一個常圓的意思 OK 什麼意思呢 差別大概就在於說 如果我說 我跟各位說 A過了 好 各位會問我什麼 A是誰嘛 對不對 好 我用A來指某個人嘛 對不對 可是你們不知道我指誰嘛 對吧 他就是在指某個人而已 OK 他就是一個name而已 OK 我用來指某個人 可是你們都不知道我在指誰 OK 可以嗎 這個就是name letter的效果 就是說 我只是在這個集合裡面找到一個東西 然後來給它一個名稱叫做A 但是A指誰並不一定 好 那如果你把它當成individual constant的話 它就會變成是指設特定的對象 比如說我的A用來指零同學 我用來指零同學 那A就是零同學 所以我說A過了 就是誰過了 就是零同學過了 OK 所以它有一個特定的對象 OK 那如果是採取name letter的概念 就是說它並沒有指到特定的對象 OK 我只是給你一個name 告訴你說有發生這件事而已 OK 就A過了而已 好 好 那麼再來是variable 好 variable當然就是各位最熟悉的變量 就是xyz這種東西 就是不用來指特定的東西 對吧 指不特定的東西 OK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會有數字符號 好 這個我們稱之為這個pregulator 就是說用來做pregate的 那表示呢 它可以表示到n的對象 如果是像這樣有一個的 像這種paqvrxty 這種我們叫一元數字 就是它是一元的 OK 比如說什麼是一元的呢 比如說 我猜帥應該是一元的啦 對吧 比如說林同學帥 帥 帥 對吧 OK 李同學 帥 孫同學 帥 傅老師 帥 當然是吧對不對 這還用說嗎對不對 好 所以帥這個應該是一元數字啦對不對 應該是啦對不對 它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對吧 好 那再來 二元數字的意思是說 這個數字呢必須要放進兩個才行 比如說誰在誰的右邊 誰在誰的左邊 對不對 對吧 一定是要兩個東西進來 可以嗎 因為如果放一個很奇怪吧 對不對 對不對 是吧 比如說林同學在右邊 這什麼意思 這聽不懂嗎 林同學在右邊這句話你會聽不懂嗎 對吧 你要講的正確應該是 林同學在誰的右邊對不對 對吧 應該是這樣吧 OK 所以 像這種誰是誰的 誰在誰的右邊 誰在誰的左邊 這種都屬於二元數字 OK 這種叫二元數字 OK 好 再來我們也可以有 N元數字 好 也許我們做個小練習啦 OK 各位知道有什麼樣的東西是三元數字 誰在誰跟誰中間 對很好 誰在誰跟誰的 誰介於誰跟誰之間 對不對 哪一個數字介於哪一個數字 跟哪一個數字之間 對吧 OK 這個是 對吧 好 那各位有沒有講過四元數詞 一片沉默 有沒有人說過四元數詞 來請說 飛機 戰鬥機的排列隊形 戰鬥機的排列隊形 OK 好 那個對我們有點複雜 我們可不可以用那個日常語言會用的 當然啦 你要用那個matrix當然可以做啦 就是說我們要做那個都可以做 但是我要講的是我們日常會用的 有沒有人用過 我很好奇 打橋牌 打橋牌是四元嗎 怎麼說 可不可以講個例子讓我們聽聽看 就是你要放四個東西進來 最大的那張牌 有嗎 最大的那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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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說就是比方四個人打牌 然後你出最大牌把這張牌收 就是 在四個人當中出最大的人可以把牌收走 有道理 其實就是A跟B跟C跟D這打牌就好了 沒有解釋越來越不越好 OK 好 有點道理 對… 換言之我只是要提醒各位 事實上在日常生活我們很少用到那麼大的 OK 我們大概頂多用到三元素質就很了不起了 OK 所以這個其實是在邏輯上的一個設計 就是說我們可以設計讓你說 你到N元素質都無所謂 你的思考其實是可以extend到N元 OK 但事實上你在日常生活你其實很少用到 你頂多用個二元素質三元素質了不起 我很少聽到同學會用到四元素質以上 OK 就是你在講 您有例子 好 例子可以提供嗎 沒有啊 就是有時候要 會不會表人的時候 我沒有再說你 我只是說你前面的左邊的後面的右邊 說得好 對 再說一次 就是山淑公的阿姨的舅舅的地方 對 來 請再說一次 我沒有說你 我只是說你前面的左邊的後面 OK 很好 非常好 對 沒有錯 這個其實是有一種用法 那只不過說我們大概慣常會想的是說 這個其實是可以化約到二元素質而已 對不對 就是說比如說它的前面阿然後左邊 右邊 它只是把它疊起來而已對吧 OK 那我要講的是說 有沒有那種很像那種什麼介於什麼跟什麼之間 那種很純粹的四元的 OK 而不是用那個二元疊起來 那個當然可以疊很多啦 OK 所以各位仔細想想看這個是很有趣的課題 就是說我們其實日常生活不會用到那麼多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對這個邏輯的語言會覺得有點難以理解 原因在說因為它沒有辦法一下延伸到這麼大 OK 所以各位要記得你其實是可以把它延伸到N遠的 沒有問題的 OK 好 那特別要注意的是這件事 這個是我們這裡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PAB不等於PPA 這是當然的嘛 是吧 Right 比如我說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例子 OK Sorry 我來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 比如說 副老師是林同學的老師 對吧 我是A嘛 他是B嘛 副老師是林同學老師 對吧 那 反過來說林同學是副老師的老師 好 這兩件事雖然都對 但是這兩句話是不一樣的 可以理解吧 當然是不一樣的嘛 對不對 這兩句話當然都對啦 因為我跟你們教學相長嘛 我是你們的老師 你們每個人都是我的老師啦 OK 所以這兩句話都對 但是它不可以 它是不一樣的意思嘛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這個量詞 它需要量詞 量詞的話基本上就是分成兩個 第一個叫全稱量詞 OK 就是它談論的範圍 這個叫做for all 我們就是把all那個a 把它倒過來而已 就是for all的意思 再來是存在量詞 這個就for some 就對某一些而言 for some x for some y for some z OK 好 所以我們的初階邏輯語言呢 一樣 各位包括了符號跟行過規則 OK 我知道各位在期中考的時候 好像對這個語言沒有把它記得很清楚 對不對 如果各位有興趣我們在期末考 可以再出一次 讓各位來寫初階邏輯語言 OK 好 OK 我們需要的包括了這個name letter 就是名稱符號變量 OK 還有這個量詞 Sorry 它這個不太靈光 沒關係我來用這個 OK 還有這個n元素詞的符號 還有量詞 還有我們原來的連接詞 好 再來雖然我剛剛沒有講 不過呢 原則上我們把它放進來 就是等同符號 各位要記得 你如果看其他邏輯系統 它會說 這個等同號並不是必要的 也就是說在述詞邏輯裡面 我不一定要把等同號放進來 OK OK是with identity or not OK 那是OK 就是它有或者沒有 都是OK的一個系統 所以你會看到有些系統 它並沒有把等號放進來 那是OK的 各位千萬不要覺得 它寫錯了並不是 OK 好 再來當然是我們的這個輔助符號 就括號 OK 好 各位要記得我寫這個意思是 逗點是把它兩個分開來 是一個左括號一個右括號的意思 好像有很多同學把這個搞混了 OK 那個逗點是把兩個符號隔開來 這是一個左括號一個右括號的意思 OK 好 OK 那我們的行購規則 我們分成兩個 第一個是我們的atomic formula 就是原子語句 還有一個是compound compound formula 就是複合語句 好 那原子語句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就是等同號 比如說A等於B OK A等於A A等於B X等於Y這些 好 再來 如果P是一個N元素 那麼P這個是表示它放進來 從A1到AN放進來 有N個東西放進來 那這個就是一個原子語句 OK 這兩個是我們的原子語句 好 接下來我們的compound sentence 前面這個呢 是我們原來在語句邏輯裡面的 所以我們就不再多說 我們來看第三個 第三個是說 如果呢 phi是一個語句的話 那麼for all x OK phi x 跟for some x phi x 也是一個語句 好 當然這裡面會有很多的討論呢 我們在這門課沒有辦法給各位呢 做詳細的討論 譬如說舉個例子 假設我們前面用了for all x 後面的句子裡面 沒有任何x的variable 沒有x這個變量 那這句話什麼意思 那這句話什麼意思 如果前面有一個for all x 可是後面的句子裡面 卻沒有x這個variable 照理講你那個for all x 是要講後面那個x的範圍嘛 那萬一沒有出現這個變量怎麼辦呢 那這個我們就會說它是多餘的 OK 它就是resundant的 OK 可以嗎 或者是說 那萬一呢 你後面有x 前面沒有for all x 或for some x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好 那個我們就會把它稱之為free occurrence 就是free的意思就是說 它沒有被任何的量詞給綁住 OK 好 那因為這個討論很多啦 所以在這門課裡面呢 對我們來講會有點困擾 就是如果我們進行這樣的討論的話 會有點困擾 所以為了簡單起見 OK 我就幫各位做了一個小小的限制 這個限制就是說 我們以後出現的語句一定都是這個樣子的 也就是說你前面有for all x 你後面一定找得到x OK 你前面找得到 前面有for some y 你後面一定找得到y 也就是說 我們不把那個 會讓各位confuse的那些句子放進來討論 因為那個是一個蠻攏長的討論啦 OK 所以為了讓各位更方便一點 或者說我們呢 可以學得更多一點 所以我就把這個部分的討論給去掉 OK 因為那個對各位來講大概比較不會用到 好 OK 那除了a跟b之外呢 就沒有其他的formule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規定 這個我們以前已經講過了 這是一個close的一個要求 好 那麼我們接下來看這個初階邏輯語言 好 來各位看一下 OK 好 我們這個初階邏輯語言呢 第一個我們要來看 如果我們用a來代表蘇格拉底 a當然就是代表某一個東西 就是 如果我們用它來代表蘇格拉底 那就是表示特定的一個人 OK 要記得 這個時候呢 我們通常把它稱為個體長遠 就是individual constant的地位 要代表一個特定的對象 那麼如果px呢 代表x是個哲學家 那麼pa我們就代表說蘇格拉底是個哲學家 那如果我們用name letter一般我們會說 我們就用a代表一個東西 那麼pa就代表a是哲學家的意思 OK 好 那麼再來是px px呢代表x是哲學家 則我們會說所有的x px是指所有的x呢都是哲學家的意思 OK 這一句話的意思是這樣 好 所以呢 那麼如果是用px代表x是哲學家 那麼for some x px 我們就說有些x是哲學家 OK 就是這個表示方法 好 那麼再來是二元素詞的表示方法 各位要注意 我剛剛特別提醒過各位說pab跟pba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用a代表蘇格拉底 b代表柏拉圖 那麼pxy代表x是y的老師 就pxy這個句子是x是y的老師的意思 那麼pab就代表a是b的老師 就代表a是b的老師 OK 那記得順序不可以顛倒 OK 因為它是這個有這個順序的 好 那麼所以呢 這個這兩句話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說 如果pxy代表x是y的老師 那麼for all x for some y pxy就是代表所有的x都是任意的 一個y的老師 就是所有人都是所有人的老師 OK 任何人都是任何人的老師 好 那麼for some x for some y pxy就代表 有些x是有些y的老師 就有些人是有些人的老師 OK 這個是這個表示方法 好 那麼再來如果是 這個呢特別提醒各位 如果你的量詞位置這個不一樣的時候 各位要小心它是不太一樣的 OK 量詞位詞如果不太一樣 不一樣的話 它句子的意思會 可以問前一個嗎 前一個好 來 請說 可是所有的x都是所有y的老師 是啊是啊 我只是把它改成任意 讓各位熟悉一下而已 意思是一樣 是的沒有問題 對 就是 對這位同學問得很好 就是他的意思是 for all x for some y 是指所有的x都是所有y的老師 OK 那我們只是把那個所有任何任意 OK 把它當成那個同義詞再使用 讓各位熟悉一下 OK 好 那麼再來 各位看一下這個for all x for some y pxy 這什麼意思呢 這個表示的意思是說 任何的x都是某些y的老師 OK 任何一個x都是某些y的老師 好 那如果你把for some y 放在前面 這個什麼意思呢 for some y for all x pxy 它的意思是說 對某些y來講 OK 所有的x都是y的老師 請問這兩句話有什麼差別 第一句話跟第二句話有什麼差別 對所有的x來講 都有一些y是他的 他都是他的老師 第二句話是說 對某些y來講 所有的x都是他的老師 各位可以告訴我一些 這兩個句話的差別嗎 這位同學可以嗎 Yes 貴姓 邱同學 好很好 來請說 嗯 再說一次 好 for all x for some y OK 這個意思是說 for all x for some y pxy 對不對 這個是表示說 任何的x 所有的x 任何x就是所有的x 或任意x 就是所有的x 所有的x呢 都是某些y的老師 OK 第二句話是說 for some y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倒過來 對不對 對吧 第一個是先寫for all x 第二個是先寫for some y 所以for some y for all x pxy 還是表示對某些y來講 所有的x都是y的老師 這兩句話有什麼差別 沒有差別 有差別 有差別還是沒有差別 差很多 太好了 我有聽到這句話了 差很多 從哪裡冒出來的 來來可以請你說說嗎 是 如果說剛剛老師 是 那就是 有點類似是大理跟高中 就是 後面那個的話是 現在 那個老師的那個班中時間 有一個老師可能教過那個班 所以那個班的 就好像沒有 可是不是所有的老師都教過那個班 喔 他們如果是第一個的話 就比較像大學 就是念老師 後面是 有某些 我只要想法什麼 但是我也沒有辦法想 欸 有點sense喔 很不錯喔 是 我稍微把它的再翻譯一下 ok 他說第一個 第一個的意思是說 第一個的意思是說 當然第一個不用那麼堅持 大概第一個不用那麼堅持 第一個的意思是說 所有的x都是某些y的老師 ok 也就是說各位 你們都是某些人的老師 對不對 可是這些 這些學生是不是要同一個 不用 比如說我們四個人好了 以我們四個人做標準好了 假設我們四個人 我是孫同學老師 孫同學是李同學老師 李同學是林同學的老師 林同學是副老師的老師 ok 所以你看到我是孫同學老師 孫同學是李同學老師 李同學是林同學老師 林同學是副老師的老師 所以對我們四個人來講 所有的人 是不是都是某些人的老師 對吧 ok 這樣可以了解 ok 那第二句話什麼意思 第二句話他講得很好 第二句話那個就是切中要害 第二句話他剛剛講是說 有一個學生去修所有老師的課 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存在有這麼樣一個人 所有人都是他的老師 ok 可以嗎 比如說我如果跟各位說 各位你們都是我的老師 那就存在這麼樣一個人吧 所有人都是他的老師 所以如果以我們剛剛這個四個人來講 就變成說 比如說孫同學說 嗯 所有人都是我的老師 包括我自己在內 對吧 所以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老師 可是我們不見得會是別人的老師 不一定 ok 第二句話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 有一個這麼樣一個人 ok 有這麼樣一個人 所有人都是他的老師 ok 那第一句話的意思是說 對於所有人來講 一定找得到某一個人 是他的學生 他就是他的老師 這是兩句話的差異 ok 好 好 ok 那再來 這兩句話呢 好 For some S for O Y P X Y 是代表有些X是所有Y的老師 對吧 好 第二句話 For all Y for some S P X Y 是說對所有的Y來講 都有一些X是Y的老師 ok 好 那這兩句話差別在哪裡 好 跟剛剛一樣嘛 對不對 好 這兩句話差別就在於說 如果是For some S for some Y P X Y 表示什麼 表示存在有這麼樣一個人 他是所有的人的老師 對吧 好比說我們現在的角色對不對 存在有這麼樣一個人 ok 是所有人的老師對吧 但是我同時要承認我是我自己的老師 ok 因為我也是人嘛 ok 我也是這個 這個我們這個班級裡面當中一個嘛 假設以我們班級作為討論範圍的話 我說有這麼樣一個人 他是所有人的老師 那個就是第一句話的意思 ok 存在有這麼樣一個人 至少有這麼樣一個人 他是對所有人來講 X是所有這些人的老師 ok 那就是我們這個情況 可以嗎 好 第二句話的情況是什麼 第二句話的情況就是 當我走出這個教室之後 好沒有這個人囉 沒有一個人是所有人的老師了 ok 但是你如果問在座的說 你們是不是都有老師 是啊 但是你們老師是同一個嗎 不一定對不對 對吧 每一個老師可以是別人 ok 所以只要每一個人都有老師就ok 第二句話的意思說 只要每一個人都有老師就ok 但是這個人不一定要是同一個人 ok 就對所有的人來講 只要有人是他的老師就ok ok 所以這個就表示說 你的量詞如果放在不同的位置 你會發現他那個語句表達是完全不同的 ok 當然sometimes會一樣 ok 有時候會一樣有時候會不一樣 比如說什麼時候會一樣呢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到前面的部分 好 我們剛剛講到前面這個部分 即使你把for some for os for o y 倒過來倒過去 其實意思都一樣嘛 對吧 你把for some的這個也是一樣嘛 你把for some x for some y 倒過來都一樣 對吧 什麼時候會不一樣 當他出現有全稱量詞 有存在量詞的時候 他的那個語法表達的內容是完全不一樣的 ok 當你看到說他這裡出現的有這個全稱量詞 跟存在量詞的時候 你把他的順序顛倒過來 那個表達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 ok 所以各位千萬要注意 就是說你在讀的時候要注意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從這個議員述詞的翻譯開始 好 第一個是這樣 第一個是說 如果我告訴你說所有人都是理性的 好 這句話我們怎麼翻呢 我們把它翻譯到我們的這個議員 初階邏輯語言裡面來的時候呢 我們的翻譯就是說 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 那我們就要先寫這樣子 比如說MX代表X是人 ok 這個意思是說MX代表X是人 RX代表X是理性的 ok RX代表X是理性的 好 那麼所有的人就是for allX對不對 然後後面就是MX則RX 所有的對所有的人X來講 如果X是一個人 則X就是有理性的 ok 好 好 各位會不會覺得疑惑 為什麼這裡要用conditional Why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不用end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要先滿足他是人的條件 Yes very good 對 因為他要先滿足什麼條件 他要先滿足人的條件 才去決定他是有理性 因為他是充分條件嘛 對吧 可見他要滿足人這個條件 他就是有理性的 他是他的充分條件的意思嘛 對吧 所以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意思 就是在告訴你說 作為人是有理性的充分條件 是吧 ok 各位可以體會一下 這個是在告訴你這個conditional的意思 非常好 ok 好 那一語句 所有人都不是理性的 好 那當然就是加個negation就好了 對不對 對吧 你說所有人都是不理性的 ok 那你當然就是說 如果他符合人這個條件 那他就是不理性的 ok 好 那接下來I句型 如果這個有些人是理性的 好 那我們就翻譯成這樣 就是對某些人來講 對某些X來講 X具有這樣的特徵就是他既是人 又是有理性的 對吧 他同時具有這兩個特徵 有些嘛 對吧 for some 對某些人來講 好 那如果是O句型 那他就是說 如果S是人 S是理 RS表示S是理性的 那麼就是對某些X來講 X是人 而且X是不理性的 ok 可以吧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說過了 好 我們說這個A句型的 跟O句型是矛盾的 所以呢 A句型的否定跟O句型的是等值的 好 所以呢 我在這裡用了一個新的符號 就是這個 三條槓的 我說過這個是等值符號 各位記得嗎 ok 那為了讓各位能夠清楚地分辨一下 所以我用了這樣一個符號 表示說 這兩個句詞是等值的 可以嗎 這兩個句詞是等值的 就是前面這句話 ok negation for os phi x 跟for sum x negation phi x 是等值的 意思就是說 簡單的判斷方式是說 你就把這個negation 讓它秋風掃落葉掃過去 這樣掃過去 掃過去 掃過去之後呢 這個for all會變成for sum ok 反過來說 如果是for sum 它就會變成 for all ok 你就把它用掃了就對了 可以嗎 就把它掃過去就好了 好 所以掃過去之後呢 這個negation掃過去 這個for all就會變成for sum ok 然後這個negation掃過去之後 就變成在後面 ok 你就像秋風掃落葉一樣 把它掃過去就可以了 ok 好像掃 掃過去 ok 那這個是證明 這個證明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們這樣證呢 你會發現 A語句跟O句型 為什麼是這個矛盾呢 因為你看如果把A句型加否定 這個是for all x mx的rx 這是A句型嘛 對不對 你把它加否定之後 你去做推論 你會發現 你把它掃過去 掃過去之後變成for sum ok 後面是negation 那negation的話 後面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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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這個呢 當然是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這個後面可以變成negation mx or rx 對不對 這個是implication的那個規則 對不對 然後再用什麼 再用這個Dimorgan進來 放進來之後 它會變成negation negation mx and negation rx 好 那麼你就會得到這個 mx and negation rx ok 所以這個呢 其實是一個 可以把它這個證明出來的 就是說 事實上 事實上呢 這個A語句的否定 跟O語句就是等值的 我們可以利用這樣的計算方式 把它算出來 好 再來 這個是進一步的練習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說 我們去證明O語句型的否定 就是把剛剛這個O語句型否定 好 也可以推出跟A是等值的 也可以推出它是for all x mx the rx 好 好 那這個E語句跟I語句一樣 都是一樣的證明 就是讓各位看一下 它是一樣的證明 ok 好 我們都可以證明它們之間的關係 ok 這個是E語句的否定 E語句的否定跟I語句呢 是等值的 各位可以去做一下證明 好 再來 這個是I句型的否定 跟E句型也是等值的 ok 這些都是等一下我們可以運用的 好 那麼接下來 我們要來看這個關係數值 好 好 那什麼叫關係呢 好 剛剛介紹的是一元數值 就是我們要把它變成一元的 ok 就是只有one place predicate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這個two place ok 那所謂的two place predicate 基本上它的性質大概這樣 第一個 我們來看怎麼叫做對稱關係 好 對稱關係呢 symmetric的意思是說 如果x對y滿足關係R的時候呢 你可以得到y對x也滿足關係R 那麼關係R我們就稱它是對稱的 ok 如果它的關係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說它的關係是對稱的 ok 叫做symmetric 好 譬如說各位想看什麼關係會是對稱的 譬如說最簡單的就是等於嘛 對吧 如果A等於B 那B會不會等於A 當然會吧 是吧 A如果等於B B當然就會等於A 是吧 ok 好 那當然 這個我們一般有什麼關係是對稱的呢 各位想想看我們一般有什麼關係是對稱的 同學嗎 同學 你是我的同學我就一定是你的同學 是不是 應該是吧 好 好 親戚是不是 親戚 你是我的親戚我就一定是你的親戚 好 當然你可以不承認 對吧 當然我們知道有些時候不承認啦 對吧 好 兄弟姐妹是不是 兄弟姐妹是不是 是嗎 兄弟姐妹應該是嗎 兄弟不一定 對吧 對嗎 兄弟或者姐妹不一定 可是兄弟姐妹應該是 對吧 我是你的兄弟姐妹 你就應該是我的兄弟姐妹 對吧 那比如說這樣 朋友是不是 朋友當然不是嘛對不對 你把我當朋友 我也沒有一定要把你當朋友 是吧 這個關係不一定啦 對不對 這不一定是對稱的 ok 好 所以呢 對稱關係大概這樣 就是如果你覺得 x對y這個關係成立 那麼y對x這個關係就成立 ok 那我們就是說 它之間的關係 我們稱為它是對稱關係 ok 那麼對稱關係呢 它的式值是這樣子 ok 各位要把它記下來 因為我們後面在證明的時候 還會用到它 就是for all x for all y 如果x對y的r關係成立 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 然後y對x是成立的 ok 這個是我們在邏輯上的一個 對稱關係的表示法 意思就是說 對所有的x對所有的y來講 如果x跟y之間r關係成立 那麼y跟x之間r關係就成立 事實上呢 如果有學過這個圖論的 會比較輕鬆 就是學過圖論就知道 它其實就是箭頭嘛 對不對 我們用那個graph來表示的時候 就是你畫一個 從x畫一個箭頭到 如果你在一個domain裡面 你任意找兩個東西 如果你可以從a畫一個箭頭到b 那麼b就一定要畫一個箭頭到a 這個叫對稱關係 ok 這個在圖論裡面 各位可以知道有這個關係 好 那接下來反對稱 什麼是反對稱 asymmetric就是 如果x對y這個關係成立 那麼y對x一定不成立 或者說a對b這個關係成立 那b對a一定不成立 ok 好 所以什麼是反對稱的 比如說父親 對吧 是不是一定是 一定是喔 父親一定是反對稱吧 a如果是b的父親 b就一定不會是a的父親吧 有例外嗎 有例外嗎 未必嗎 未必嗎 各位努力想出反例出來 是不是的 是不是反對稱的 對啦 父親應該是啦 兒子也應該是吧 兒子應該是反對稱嘛 父親是 對啊 是啊 ok 像這些是嘛 是反對稱關係 對不對 ok好 所以反對稱關係的意思是說 如果當x對y滿足關係r的時候呢 y對x必不滿足關係r 那麼關係r我們就稱它是反對稱的 好 所以它的formula很簡單 它的formula就是 對錯的x對錯的y來講 ok 如果x對y有r關係成立 那麼y對xr關係就不成立 ok 可以嗎 這個我們稱之為反對稱關係 好 那再來 non-symmetric就是非對稱關係 那什麼是非對稱關係 就是如果它是對稱關係不成立 反對稱關係也不成立 那它就是非對稱關係 比如說剛剛講那個朋友就是嘛 對吧 你把一個人當朋友 他不一定把你當朋友嘛 對吧 他可以把你當朋友 他也可以不把你當朋友 所以這是一個非對稱關係嘛 是吧 right ok 好 所以各位知道嗎 那個我們有一種那個什麼 有些這個偏執狂 他其實就是對這個關係的一種偏執 ok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你們一定有聽過這樣的例子 就是說有些人會覺得說 如果我愛他 他就一定要愛我 否則不行嘛 是不是有聽過這種的吧 對吧 就是他會把那個愛情的關係 當成是一種對稱關係 對不對 就是我愛你就非愛我不可嘛 對吧 right 你不可能不愛我嘛 right 這個其實是一種偏執 就是他那個思考關係 他其實沒有把這個關係弄清楚 他會把這樣的關係思考成說 如果我愛他 那他就一定要愛我 這個把它當成一個對稱關係 這樣是不太對的啦 好 所以 sorry ok 非對稱關係就是說 如果呢 他既不是對稱關係 也不是反對稱關係 那我們就說他是一個非對稱關係 ok 可以嗎 好 ok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傳遞關係 好 那傳遞關係呢 一般我們叫transitive ok 那transitive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x對y滿足關係 而且y對z也滿足關係的話 那麼x對z會滿足關係 那麼關係就是傳遞的 ok 也就是說很簡單就是說 從x到y 如我們畫個箭頭對不對 然後再從y到z畫個箭頭 對吧 那麼任意的這個x呢 畫到z他就畫一個箭頭 那這個關係就是一個傳遞關係 ok 好 這也是一個傳遞關係 ok 比如說像什麼 比如像大於會是一個傳遞關係 對吧 大於是不是一個傳遞關係 比如說4如果大於3 3大於2 那4是1大於2 沒有問題吧 是吧 這是一個傳遞的關係 ok 這是一個transitive 那像我們剛剛講那個 兄弟姐妹是不是 有一個比較麻煩的 各位想想看 親戚是不是 親戚會不會是傳遞的 親戚如果是傳遞的 我跟你們都是親戚 對不對 各位可以想像嗎 如果親戚是可以傳遞的 我跟各位都是親戚 然後每個都可以來找老師 老師我是你親戚 對吧 應該啦我想怎麼簽應該都簽得到啦 各位不用擔心對不對 俗話說得好一表三千里嘛對不對 對吧 如果這個是傳遞的 那所有都是嘛 ok 好 ok 所以這個傳遞關係就是說 就是它要的關係就是說 這個x對y滿足關係 y對z滿足關係 那麼x對z就滿足關係 那麼關係它就是傳遞的 那我們把它寫成這樣就是 對所有的for all x for all y for all z 來講 rxy end 就是sy對r關係成立 y對z的r關係成立 這兩個條件都滿足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得到x對z滿足關係 這個我們就叫做傳遞關係 ok 好 好 那當然 我們有這個 反傳遞關係intransitive 反傳遞關係就是說 x對y有 x跟y有關係r y跟z有關係r 但是x跟z沒有 ok 比如說最明顯就是什麼 負氫對負值關係對不對 對吧 誰是誰的父親 如果a是b的父親 b是c的父親 那麼a可不可以是c的父親 已經不行了 對吧 ok 一定不行了 所以像這種是所謂的反傳遞關係 意思說如果x對y滿足關係r y對z滿足關係r 那麼x對z呢 b不會滿足關係r 那麼關係r我們就說它是反傳遞的 ok 所以它的關係是這樣 它的關係是 for all s for all y for all z ok x對y滿足關係r y對z滿足關係r 則我們會得到x對z呢 並不滿足關係r ok 這個我們說它是一個反傳遞的關係 是intransitive 好 那麼再來是非傳遞關係 non-transitive ok 非傳遞關係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某個關係r是非傳遞關係 那麼意思就是說 它並不是傳遞關係 也不是反傳遞關係 所以它是一個non-transitive 就是它既不是transitive 它也不是intransitive 它就是一個non-transitive的關係 ok 所以呢 這樣的關係我們把它稱之為非傳遞關係 ok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有一個所謂的全字反關係 所謂的totally reflexive ok 這個會稍有一點tricky的地方 就是說 所謂的字反關係呢 一般來講 如果你看一般教科書的話 通常它都會給你這個全字反關係比較多 就是所謂的totally reflexive ok 好 但是它其實有兩個不同的那個關係 那我們現在看第一個 第一個是說 如果所有的x對x本身都滿足關西r ok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任意畫一個東西 好 在這個domain裡面任意畫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都會對自己有一個關係 ok 就是那個 如果是你們畫那個圖的話 就好像這個圖會由自己出發 畫回到自己 ok 這個就是所謂的反生關係 就是reflexive的關係 ok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說關西r是全字反的 好 所以我們表示就是這樣for alls rxx ok 這是所謂的全字反關係 好 那當然了 所謂的字反關係是說 當x對y都滿足關西r的時候 同時x對y對其自身都滿足關西r 那麼我們的關西r就是自反的 也就是說我們要先確定 sorry 我們要先確定x跟y之間是不是有這個關係 如果x跟y之間有這個關係 我們才去確定x對自己有這個關係 ok 這個才是所謂的自反關係 那為了避免各位呢 對這個有點這個混淆啦 因為這個其實要分辨這個需要花點精神 所以呢 我大致上會以前面那個全字反關係 作為那個我們在考試的重點 ok 就這個太複雜的式子就不為難各位了 就分辨這兩個的式子 ok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好 反字反關係 irreflexive 那什麼叫反字反呢 反字反意思就是說 它沒有任何的 它沒有任何的圖是從自己出發 回到自己的 ok 就沒有任何這樣的圖 ok 所以意思就是說呢 對任何的東西來講 它都不可能回到它自身 ok 也就是說你不管對任何一個東西來講 ok 對任何一個x來講 你都不可能讓它自己跟自己 有r這個關係 所以它是for always negation rxx ok 好 好 那接下來當然是 好 非字反關係 non-reflexive 好 那非字反關係意思當然就是說 當某個關係 r既不滿足字反關係 也不滿足反字反關係的時候 我們就說它是非字反的 ok 也就是說有些呢 它會回到它自身 但是有些不會 那這樣我們就說它是一個非字反關係 ok 可以嗎 好 那這裡面到底有什麼關鍵性的東西呢 這裡面關鍵性的東西就是說 各位要想想看 它這裡面會不會有一些關係的推論 ok 比如說各位想想看 如果有一個關係它是全字反的 而且它是對稱的 請問它是不是一定是傳遞的 ok 或者是說如果有關係它是非對 反對稱的 而且是反傳遞的 那麼它是不是一定是反反真的 ok 類似像這樣子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去思考 它們之間的這個各式各樣的關係 也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這些關係 去推到其他的關係 ok 這個是我們這裡的一些重點 ok